OK 這一期主要來分享一下 就是3060 算力解鎖 蠻算力的參數設定 還有我遇到一些問題 那另外就是 HypeObs也許有些朋友 還是不太容易理解 那沒關係 我們在Windows設計 在設定上 也可以做一個混卡 混話的動作 那這一期主要就介紹 我們利用Windows去設定 一卡NVIDIA去挖ETH 另外一卡AMD去挖ETC ETC的獲利目前也蠻高的 那其實呢 Windows如果你會設定的話 你可以再設定一個 就是所謂的風扇速度 還有一個溫度的限制 那以這樣而言 其實你可以看 我的溫度這邊設定是在62 那這個我使用的是Gm 然後呢 我挖ETH使用的是NBm 當然啦 你也可以用同樣一個 挖礦軟體Gm 去同時跑 挖ETH跟ETC 但個人上我覺得 可能有點不適合 可能都是OK的啦 但是我還是建議分開 不同的程式挖不同的加密貨幣 這樣可能會相對穩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目前的ETH OK 目前的ETH大概是48.76 大概是49mm OK算是蠻算力的一個狀態 那 我的設備呢 是通常是用比較中低階端的 那 我曾經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在執行這個ETH的時候啊 我一開始設定完 它是蠻算力的 是49mm 那我重新開機之後呢 它就會掉算力到43mm 那如果說你跟我一樣是使用同樣的主機板的話 那 這個方案可以提供給你做參考 那我解決的方式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後來我不斷摸錯 就是重新安裝 又重新解除 然後再重新安裝 然後再重新安裝 突然間呢 我就發現一個道理 就是說 假設你的框機 就是你在不關機的情況之下 它都可以持續維持的蠻算力 比如說都是在49mm的狀態 那你當隔天關機之後 你再重開一次 很奇怪 它一開始就從49mm 然後一直掉掉掉 掉到43mm 其實掉到43mm也是算不錯的算力 它是V1的那個3060的顯卡 那 呃 我有時候懶得去解決它 那後來我發現啊 我就去安裝另外一個版本的 然後我就解除安裝 之後呢 我再去重新安裝這個 呃 指定的版本 470.5 OK 470.5吧 我們大家看一下 它的算力就會回復到49mm 那 前提就是說 你不可以關機 你一旦關機的話 這49mm就會掉到43mm 那 如果說你有相同的困擾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去解決你 那個3060有滿算力 掉到43mm的問題 也許你的狀況跟我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 那3060的設定參數呢 我來分享一下 看一下 這個是我3060設定的參數 滿算力的 呃 Power Limit 75 溫度設定 73 Core Clock 是-502 Memory Clock 是加 正1400 呃 Fan Speed 我設在70 或是設Auto OK 那這個算力蠻穩的 可以維持在49 大概一天都沒有問題 應該是說 應該都OK啦 除非有其他的狀況 好 那這是我用Bm再跑 那另外一個顯卡呢 我是4G的580 我用的是Gm 然後呢 我的算力 OK 我的設定在這裡 看一下 這個設定的話 我不打算超它太兇 所以我的 Power Limit 設置-26 Core Clock 1050 Memory Clock 是在2000 那你的Core Clock 往上提 Memory 大概可以提到 1150 或1200 可能都沒有問題 但溫度會相對偏高 我不希望這樣子 所以設比較低 所以算力大概是在29 我覺得這樣也OK 因為我主要是 環境控制的問題 不希望溫度太高 我也沒有這麼多的電風扇子去吹它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怎麼設定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參數設定的方式 好 這邊來分享一下 畢竟有些人對Windows還是不是這麼的熟悉 那我再分享一下 OK 做一個編輯 好 那這邊編輯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Device這個0 我是因為我是第一 是 是 是那個 是那個 NVIDIA的顯卡 OK Temmetry Limit的設定在65 那-U 後面所接的這一串網址呢 就是你的 地址 OK OK 好 那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設這麼簡單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再分享一下另外一個 看一下 這個呢 是我 嗯 開機就去挖礦 那一開機挖礦的潛力就是說 你必須要 將你的密碼解除 那 否則你開機還是要設定密碼 那密碼怎麼解除呢 我在上一期視頻 也有介紹過 在Windows開機自動挖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裡面也有介紹說 怎麼開機自動挖 我們可以將這些 你設定的結晶 全部都丟到那個 startup裡面 那開機就可以自動挖礦了 其實也是蠻方便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 我使用的 主機板 的 配置 好 那各位可以去裝一個東西 叫做 Open hardware OK 我們點兩下 OK 我再點兩下 OK 我的 主板是 GIGABYTE H61MAD2V 這個是有支援PCI 3.0 要記住 如果說你想3060買算益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個可以支援 PCIe Gen 3的一個主板 那 因為這一塊主板很便宜 我也不打算去更新 那換比較新的 那也許我 剛剛講的問題就 永遠不存在 那 因為這一塊主板 大概是 中古的行情 大概也是 500塊左右 把500塊以下 500塊以上 正負100塊 好 那我的記憶體呢 應該是 OK 我記憶體 喔 我是加到 45 6G 總共是用了 6G 那其實4G就夠了 OK 那這邊有看到 NVIDIA那是第一張 就是Device 40 第二張就是 RX580 Device 12 OK 那這一期 很簡單就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各位還有 想要使用的問題的話 也許要 因為你遇到狀況 可能跟我不太一樣 所以 如果你遇到 3060 如果算力會掉的話 你可以參考我 剛剛講的模式 試著去解決它 那你不解決 其實也好 只要不要掉得太離譜 那43的算力 其實也算不錯啦 跟49 差個6而已 那我因為 好奇想解決的問題 所以 分享一下這個解決方案 供各位參考 好 謝謝各位的觀賞 希望幫忙點讚訂閱分享 謝謝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 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 訂閱點讚跟分享喔